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待这些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8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在聊房地产之前 咱们顺便聊一下这个大A 大A今天的走势 可以说让很多散户大跌眼镜 来了个高开低走 这个叫倒栽葱 炒股的应该有个术语吧 叫什么墓碑式 总之这种走势 是一种套人的走势 今天冲进去的小伞 估计又要焦虑了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未必它就一直这么跌下去 可怕还要震荡 这个都说不好 因为昨天或者上一期节目 我已经分析过了 这所谓的利好 实际上它是弹衣炮弹 它几个利好裹着一个利空 那个利空是真正的需要股民 掏腰包来解决问题 来做贡献的 很多人可怕不了解这些 剩下的什么印花税 什么这个规范减值 什么暂缓IPO等等 那都是唐一啊 炮弹是为上市房企 这个蒸发 下条门槛 如数他们蒸发 铺平道路 从今天这个走势可以看出啊 A股的这个参与者 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心照不宣 除了小白新来的散户 估计大部分都是抛啊 利空兑现嘛 就是利好一兑现 就变成利空 先跑了再说 这个也反映出啊信心 就是所有的参与的人都没有信心 大家都是慌不择路啊 一有利好消息赶紧跑 有的是赚了点钱 有的是减少损失 这个确实也反映出资本市场 人心浮动啊 没有信心 政府出了这么多阵子 股市第一名啊 大家都在喊 是什么降樱花税 媒体也喊 要降樱花税 然后就是什么 停止抽血 IPO要暂停 等等啊 政府都听到了 监管机构啊 也是想着稳住股市啊 所以人家你看 很有诚意的啊 把这些政策都出了 一揽子 在周末啊 一把抛出来 结果发现上当了 把这政策一推出来 这半人全跑了 薅一把就走 这里面还涉嫌什么呢 涉嫌有人提前知道消息 先埋伏进去了 要不然怎么国外的媒体 怎么先报道呢 说知情人士透露 什么樱花税要减一半 谁透露这个消息的 外媒能知道 那国内肯定也有很多人知道 这些提前知道内幕消息的 他就先买进去了 买了券商股啊 或者别的什么股票 今天高开五个点 人家就跑了 一下就赚了十几个点 二十个点 这几天啊 这一周赚得喷满泡满 借着利好出货 所以我总是不厌其烦 苦口婆心的 劝早歌早收益 我两年前就劝早歌早收益 要远离大A 中概股还有刚股 什么时候进呢 那得看 他治理到什么程度 现在看 左看右看 横看竖看 反正看不出啊 有什么转机 换摊不换药啊 还是希望股民啊 能解决楼市的问题 这些房地产企业 贷款是贷不着了 私募也被干黄了 新托现在也爆雷了 跟哪儿借钱呢 他只能找散户帮忙 散户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吗 只要给散户一点点信念 那散户他就会加仓 他就来买单 中防网官方微博啊 发了一篇文章 叫股市吹响 集结号楼市载货利好 中防网讯上个周末 多项房地产实质性利好政策 发布 8月25日 住建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 引发通知 推动落实 购买手套房贷款 任房不用任贷的政策措施 并将该项政策作为政策工具 纳入一城一测的工具箱 同日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两项公告 分别涉及 居民换购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多方面税收优惠政策 市场普遍认为 上述几项政策的出台符合高层提出的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导向 得以后续地方对相关政策开展优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然而利好政策还没有出完 毕竟前面这些利好都带不来钱 房地产现在缺的是钱 所以他说利好政策还没有出完 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 8月27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公告 自8月28日起 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据悉此次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后 将按照股票交易成交金额的0.5% 对卖方单边收取以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这投资者的信心有没有提振咱不知道 总之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夺路而逃啊 看谁跑得快 从历次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来看 通常A股在此后的交易日中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局面 这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利好举措 对于房地产层面来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面临结构调整优化 股市与楼市也呈现双双低迷态势 以往两者间的敲敲板效应也不复存在 如果未来股市在政策的呵护下能够得到进一步活跃 将对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而居民资产收入的增加 可以有效促进住房等大宗消费提升加砖消费 通过刺激各类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今年出入深度调整期 大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资金链出现危机 不少上市房企将股权进行质押 以解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 当股价出现连续下跌 有可能导致无法满足质押物的要求而被平仓 进一步加剧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风险 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困扰 如果股票市场能够保持稳定 就可以缓解部分股权质押带来的风险 从长期看死财上市公司 对于资本运作更有动力 有利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 活跃收购并购市场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边际改善 能够起到实质作用 今天看A国的表现 显然这个文章所说的都没有实现 空欢喜异常 善市房企再融资不受破发破禁和亏损限制 如果说证券交易金花税减半征收 是资本市场的重办利好 那么证监会随后发布的政策中 对于善市房企可谓是雪中送炭 8月27日晚间 证券会推出三大举措 即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 规范股份减持行为 合理把握IPO和再融资节奏 善市主措也被视为是对资本市场 进一步呵护行为 特别是在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方面 证券会对于优化IPO和再融资监管做出六项安排 这个咱就不说了啊 昨天都介绍过了 主要说对于房地产行业 最为关注的是第六项安排 即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不受破发破禁和亏损限制 这也对于善市房企是一项重大的实质性力 这也意味着善市房企再融资方面相对于其他行业更为宽松 你看看监管部门交易所 对善市房企开绿灯 别的行业不行啊 你蒸发的话受这个破发破禁亏损限制 善市房企不需要 懂的都懂 小散业看到这应该干儿一唱才对 或者是腰子一唱 腰子都没了 保不住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要嘎腰子去的 这对于善市房企再融资方面相对于其他行业更为宽松 有助于进一步防范化解房企的经营风险 对此 此义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盈月静指出 此次提及的再融资工作 和过去的金融16条相比也有重要的变化 过去的金融16条也提及了再融资工具 但侧重在工具的运用和支持上更强调从 房企经营的层面去理解这个问题 而现在提及的再融资 是从股票市场和股票价格的角度进行的 在立足点上有差异 在当前股票市场特殊情况下 此类再融资工作也确实有助于房企更好融资 减少各类外部的约束和干扰 盈月静指认为此举有利于改善房地产 善市公司的融资环境和市值修复 但利好政策对于善市房企融资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还要看后续是否有资金支持善市公司的增发行为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 未来房地产市场预期是否能够恢复 销售环境何时转暖 房地产企业在这些利好政策的加持下 经营层面能否企稳也是需要关注的地方 这个中防网刊登的这个文章实际就倒出了本质 就是证监会实际是给房企开了个绿灯 实际解决房企单前的困境 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 如果单独的推出这一条 那你股市就会加速下去 所以它要和其他的利好混在一起推出来 有很多人看好房地产股票 这里如果你用长远眼光看到 你觉得未来房市会怎么发展 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像前20年那样 这个楼市高速发展 如果没有 这些房企实际都面临着转型 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只有10万亿到头了 这10万亿有多少家去分 这10万亿里面主要是就成改造 到零的房子重建都是存量市场 没有新增市场 这个存量市场容不下那么多房企 中国可卖多少万家房企 三十公司就一百多家 这些都面临着转型 就是你以后干啥 房地产这个已经不行了 能温饱就不错了 好像有发展 在资本市场它不会有什么过高的估值 它是转型 你现在看好房地产股票 实际上你是看好它转型 自己掂量掂量 短期的肯定有波动 对吧 政策一来它要涨个一个月 然后它开始跌 齐齐复复的 咱们看港股啊 这个港股房地产股票 是不是现在都成了先股了 今天复牌的恒大 大家恐怕也看到了 直接到了三毛 从1块5啊 直接到三毛 然后整个的恒大地产的市值啊 只有30亿港元呢 这什么概念 香港市场啊 是相对成熟的一个市场 投资者真正的是拿脚投票 它跟A股不一样 A股的退市房企 那个市值还恐怕不止30亿吧 不要说爆雷了 它就是要退市 恐怕它的市值也不低 那恒大是排名第一的房企 比股员呢 好像只有八毛 这就是资本市场给这个 恒大比股员定价啊 它就值这么多钱 你再看看国内市场 房地产企业 还有1000多亿市值的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人去炒 这里咱们就要说这个恒大 恒大的公告里面啊 因为它主要是恒大物业的 一个140亿 一个存款 它做担保 担保由中间的公司 第三方公司去贷款 把那个承担支押给银行 然后第三方公司把钱带走之后 绕来绕去啊 这个钱最终啊 是绕到了恒大集团 绕到恒大集团干什么呢 实际就是进入了它那个先进流嘛 它是七个缸八个盖子的五 变成其中的一个盖子 盖哪去也不知道了 哎呀我们说俗一点啊 就是大股东占用 比较好理解 中国恒大是恒大物业的大股东嘛 虽然实际控制人都是许老板啊 许老板也把这个三个平台的钱打通 任由它去赚 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实际这个是违反这个香港的啊 商人公司的规则的 所以后来被调查啊 当然了恒大它也自查 自查的结果就是把那个什么 CEO啊 还什么财务总监等等啊 都给辞职了 辞退或者免职 咱们做节目都说过了 这个幕后啊 肯定是许老板 前面这都是打工的 你许老板不同意 谁敢这么干 疯了 但是许老板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次披露啊 调查结果 许老板说他啊 这个所有的文件是有他的签字 最终他要签字的 但是呢 涉及到这个转钱呢 这种财务安排 资金安排 许老板说他不管 他没有时间看 他只管签字 前面有夏可军 有那个什么财务总监签了字 那我就签字 我不知道这个里面 具体的钱怎么运作 我搞不清楚 我这个签字也是程序性的 就是董事长必须要签字 或者叫什么 董事局主席 你不签字 你这个文件落实不了 所以我就签字 我对内容不负责任 我没仔细看 他这个也能过关 也就算了 这个也凸显啊 这个资本市场监管 无可奈何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许老板在保交楼 你说把他轰出去了 说这个恒大的董事会 董事局主席换一个人 那你说这一摊事谁来解决 又是美人债重组 又是这样要破产 香港还等着破产呢 然后这个国内又是保交楼 千头万绪的 徐老板是责任人啊 所以你把他从董事会赶走了 那他谁来负责呢 所以这个治理啊 就遇到问题了 没有办法 就这么让徐老板蒙哄过关 然后这个140亿啊 不宜而非 这个责任由别人背了 当然了这个也是他单方面说法 不代表啊 这个官方 就监管机构的说法 中国证监会对恒大立案调查 关于这个资金占用这块 他结论还没有出啊 怎么处罚也没有出 我刚才说的那都是 徐老板自己一个人的说法 他是接受第三方这个监管机构 第三方审计机构给的一个说法 只是说他这个说法不够高明啊 哪有老板这样的 说我签字 当然我不看内容 没空文件太多 140亿他都不看 那就说明多少钱能入徐老板的发言呢 这点我是清楚的啊 一般的企业啊 到了恒大这样的 就是最后他全靠资金赚 到了尤其最后两年三年 就是他爆雷之前的两年三年啊 恒大这样的企业 他首要任务是融资 所谓的资金部 财务部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挖东墙 补西墙 借钱 人家盯着利息 他盯的是人家本金 反正借来也没打算还 还不了啊 所以玩命的什么理财 投资者 然后去借高息 什么私募 都借不着怎么办呢 诶 恒大物业有钱 把那钱拿过来 给顶上 恒大汽车有钱 把那钱拿过来 给他顶上 他只能这么干啊 他的想法是 我把这个很多银行啊 是我把这个贷款给你还上之后 我还能从里面借出来 就是借薪还旧嘛 但是很多银行人家 不叫抽贷嘛 让你还 还了之后就不给你再贷了 按理来说啊 这个徐老板把这个钱给哪个银行一还 还了一百亿 那个银行过个几天啊 新的贷款一百亿就出来了 然后他把这个一百亿啊 又拿到别的地方去 堵窟窿去 这样他的钱没有少 还能赚下去 结果银行都不讲武德 抽贷 他把你还了之后 他不给你再贷了 你能怎么着 所以这个徐老板手上钱就越来越少 手上的盖子啊 本来是七个的 现在变成四个了 捂起来啊 就非常吃力了 那同时钢啊 越来越多 最后被迫啊 去挪那些不该挪的钱 然后就是理财 加大理财力度 后期啊 徐老板肯定是重赏那些 能够带来钱的 这些员工高管 你能借来五个亿 你能借来十个亿 马上给你奖励多少万 一千万 五百万 这得不多说了啊 就是很大啊 很大出了这么多内控失效的事情 徐老板是难辞其咎啊 绝对不是说我只管签字 不看内容 这么一句话可以堂塞的 可以蒙哄过关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这个证监会啊 恐怕过一段时间 他这个处罚就会下来 这是房企的一些情况啊 我们再看看整个八月份呢 截止到现在这个楼市成交量 一个情况 终止研究院的报告啊 据终止研究院监测 八月楼市成交量整体同环比均下降 上海杭州降幅明显 八月楼市成交量整体同环比均下降 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跌23% 北京上海深圳环比跌幅显著 广州跌幅最小为5.2% 二线整体环比上涨3% 其中苏州涨幅显著为50% 库存面积总量略有三升 深圳涨幅最高7% 大家记住了7月份呢下跌非常厉害 那么你环比还下跌 那就是在7月份下跌的基础上又下跌了 就知道楼市有多冷 八月一线城市成交面积 整体同环比均下降 跌幅分别为23% 这是环比啊 同比呢是32% 分城市来看 上海的通环比均为一线城市的跌幅之最 广州环比跌幅最小为5.2% 同比来看 四大一线城市降幅均较为明显 上海降幅最高为40% 广州次之 北京深圳降幅大致相当 分别为17%和17.2% 同比就是跟去年的8月份比 大家也知道呢 去年8月份那是疫情啊 跟去年比还下降30%多 这个可以说啊 成交寡淡 8月二线代表城市成交面积 环比上升3.2% 同比下降31% 其中苏州环比涨幅最高为50% 杭州环比跌幅最高为24% 三四线代表城市成交量 同环比均下降跌幅分别为8.8% 这是环比啊 同比是下降22% 其中尊义和韶官分别为涨跌幅之最 分别为46% 47% 这里面值得关注的就是网红城市 杭州啊 成交量暴跌 它的环比跌幅最高 24% 关于库存啊 库存总量略有上涨 监测的8个代表城市 库存面积环比整体上涨2.2% 其中 深圳库存涨幅最大为7% 上海次之为5.6% 南京库存略有下跌 跌幅为0.3% 就是整体上库存是增长的 通俗的人说啊 你这房子是越卖越多 那你说怎么办 这房价能稳得住吗 7月份本来就已经 这个成交非常清淡 比7月份相比 又下跌了30% 比去年比 也是下跌了20%多 就是楼市已经 到了这个叫冰冻期啊 冻结了 怪不得政府这么着急啊 一个利好接一个利好 这个旧市政策不断 但是效果不明显 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 1到7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7717亿元 同比下降8.5% 降幅较1到6月 扩大0.6个百分点 累计同比降幅 自1到2月 大幅收窄后 持续5个月下滑 同比降幅回到了 2022年1到9月水平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开发商 投资意愿极低 换句话说就是 不仅韭菜不买房 这开发商他也不买地 他也不开发 不管是韭菜对房地产行业失去信心 连开发商都已经开始不看好 房地产行业了 我们关注这个旧市政策 舆论也关注啊 大家都看政府 又有什么措施要出台 但是你看看这个股市的旧市措施 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楼市的旧市措施 会起什么作用 股市就是高开低走 让人出逃 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个外资的机构啊 又开始唱空 野村证券发布报告称啊 中国正明显加大支持 股市力度 并采取措施 拯救房地产市场 以提振股市及人民币升值 但认为这可能还不够 如果没有额外更积极的政策刺激 其积极影响将是短暂的 你说他不是唱空吗 他说你这些旧市措施都没有用 都是短暂的 你后面还得出大招 如果不出大招啊 这些政策出了也不起效果 那旧楼市的大招是什么呢 很多人专家就说了 你把一线城市翻开 实际上这都不叫大招啊 咱们都分析过了 你把一线城市翻开 最好的效果就是 一线城市房价不跌或者涨 但是其他的二线三线城市 房价会加速下跌 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陶然教授建议 他建议什么呢 把住房70年产权 改为永久所有权 这个啊 我觉得才叫救世大招啊 这是核弹级的 咱们以前节目也介绍了 你把70年产权 改为永久产权 甚至你在这基础上啊 你可以开始收房地产税 因为产权是你的啦 这地也是你的 那他就有理由收税 把这个土地财政啊 转向这个房地产税 我觉得这是必由之路啊 否则你要收房地产税 法律上面好像还说不通啊 现在第一批商品房 恐怕有40年了 再过20多年 差不多也就是70年了 从现在开始 你卖的新房 都是永久所有权 新房新办法 老房老办法 等到老房子到了70年的时候 也就给人家永久所有权 如果这么改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收这个房地产税 新房子收啊 因为你现在买的新房子 那就是永久所有权 都是你的 那你就应该交税 但是以前买房子的人呢 暂时不交 等到你70年到了 开始交税 当然也可以其他变通的方式 这里面就涉及到土地雀传 你看农民的摘基地 就得给农民 不是什么集体 这就是人家的资产 现在农民的摘基地 是集体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脑子糊涂的很 如果能够把农民的摘基地 可以确权给农民 永久就是你的 你可以继承给任何一个人 你也可以买卖 这个我觉得啊 你要这么一做 这个房地产恐怕还要火 至少目前这个房地产危机啊 可以解决 然后这个地方政府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也会得到解决 你可以收税了 新房子 你以这个杭州为例 你老的房子可能卖4万 但是新房子 它的价格可能很便宜 但是它有房地产税啊 你每年都要交税 老的房子房价高 但是它不用交税了 它税是一次性交完了 它土地出生金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的成本 都是土地成本 人家税已经交过了 一次性交的 所以它房价高啊 你这新房房价低 可能就2万多一平米 这些韭菜也不觉得贵了 愿意去买 但是你每年要交房地产税 这房子就能卖得懂 农民呢 相当说得到一笔资产 摘基地 那就永久属于农民 相当说给农民一笔钱 突然就多了一笔钱 一个资产 那农民这个翻身支付 对吧 他机会就有了 农民靠种地说赚钱 说想支付 基本没这可能 所以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 这个陶然教授啊 这个建议 我觉得非常好 现在旧房市啊 旧楼市 还靠那些什么 降低安家贷款利率 什么降低首付比例 什么这个 可以买第四套房 第三套房 什么不限购 这都已经不行了 解决不了问题 隔衰搔痒 即便有点作用 那也就像 今天这个股市一样 是给别人逃跑啊 提供便利条件 大家都说信心 因为大家没有信心呢 所以导致这个股市也低迷 房市也低迷 房子也卖不出去 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很多人需要买房 但是他不敢买 怕失业啊 怕这个房子价格下跌啊 等等 他没有信心 当然不买 但如果你说把这个土地 房子明确下来 是永久产权 土地也给你了 就这个房子 这个宅基地啊 住宅这个地 你买了那就是你的 这个就一下 给这个社会啊 注入了这个信心 这个才是提振信心的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你就好坏那房子是你的 那地也是你的 你不像现在 现在好多人他琢磨着 我买了一个房子 坑吱坑吱的 还问贷款 结果他70年也到了 这房子也不知道咋处理 是不是我他不知道 我这背一身债 忙了这么长时间 到底是给谁干了 后面你到底还怎么处理 这70年以后的事情 收钱还是不收钱呢 是不是我们要多交一笔钱 这些都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谁愿意去买房 有钱的都琢磨着去润 到国外去 如果你能确传 包括这一块 永久产权 给这个明确下来 不管是房屋啊 还涉及到这个土地 大家仔细看一看 现在开发商买的70年 是指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不是产权 所以一旦你在这儿改革 那释放的活力啊 一定是十分巨大 除了这个啊 目前还想不出什么更好的 旧市方式 旧房地产而言啊 你说泛泛的说提升经济啊 增加就业 让韭菜工资能涨起来 这个又涉及到现有鸡 还是现有蛋 对吧 你房地产不好起来 你怎么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呢 你经济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 经济不好 这就业机会少 韭菜收入就少 韭菜预期又不好 又不去买房 又不去买房 那经济更差 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好这些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